好,我们来讲一下到会儿的数据管理 然后如果我们把容器删掉了 数据我们不应该删除掉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保留容器的数据 以及讲一下容器和Volume的关系 那么我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Volume Volume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词句化容器数据 以及容器之间共享数据 这是Volume的定义 那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容器和Volume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容器 我们在主题上通过镜像会起来容器 就APP1和APP2 那么容器里面是可以写数据的 那么镜像它是只读的 所以说不能往里写 那么有了容器以后 它是可以往里写也可以读 那么如果我们在容器里面新创建了一些文件 或者添加一些数据 如果我们把容器给删掉了以后 那么这样的话里面的数据就没有了 那么怎么样可以把容器的数据留下 把容器删掉 然后这个就是Volume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很多个容器的目录 挂着到数据的某一个目录下 然后实现三处容器 数据还会存在这个数据的目录 容器再创业回来以后 再挂在原先的路径 这样的话数据就又回来了 这样的就起到了 我们保留容器数据的这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目录挂着到Data 比如APP1以及APP2 这样的话容器删掉以后 再把原先的路径挂在回去 这样的话数据就在了 因为容器里面就是一个进程 进程杀死掉以后 就是没关系的 只要我们的数据在 进程再起来 那么数据就又回来了 好 这个是容器和数据之间的这个数据的保留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定义 就是容器间的数据共享 如果APP1这个容器 然后挂了一个目录 比如说是挂着到APPData这个目录下 然后是保留的APPData这个数据 那么如果APP2也想用这个目录下的数据 怎么办呢 就是直接通过去读APP1这个容器的数据 直接就可以挂着到APP2目录下 这个实现的就是容器间的数据共享 首先我们会先启动一个容器 通过高位这个参数去启动 好 启动完了以后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在数据机的WerbData目录下 然后映射到容器里面的TMP 并且容器里面的PMP这个目录 它是只读的 只允许读 那么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一些应用场景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比如我们有一些数据 有很多情况下都是很多缓重的数据 或者说只允许读取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 存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那么这个容器只需要从一份数据 如果其他容器也想运用这份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VolumeFrom这个指令 也是这个特性 去加载那一份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需要 把这个数据复制三次到三个容器里面 只需要把这个数据放到一个容器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的容器 然后直接From这个容器 然后数据容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起到了 数据之间的共享 以及数据容器的这个概念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创建两个容器 一个是挂Volume的 然后一个是VolumeFrom 然后我们通过Run和Volumever 是我输入机 这是主机的目录 我要映射的是容器里面的TMP目录 并且TMP TMP 目录是止读的 那么也可以挂点多个 比如说 告位 Walb VB 然后 也可以挂的是 USR 然后下面也可以写 可读可写 后面如果有多个的话 可以再写告位 然后一直往后挂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 演示挂在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给容器起一个名称 给我起的就是data 它是作为一个数据容器存在的 然后 通过 主卖镜像启动 好 启动完了以后 我们进入到 WalbData这个目录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fills 这个文件夹 然后 再创建一个 testfail 好 那么现在一直创建了两个文件 在tmp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确认一下 在 data container里面 有没有存在 编号it data container ls tmp 可以看到 这两个文件已经 copy过去了 因为volume本身就是一个 不像 不像uniorfs 那个 进行重处文件的系统 它就是一个 目录共享 所以它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目录共享 好 然后我们来创建第二个容器 那我们这个容器是from第一个容器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tmp下最终会不会有fail这个文件夹 以及testfail这个文件 给刚低 给刚低 然后是volume volume是from 就是data container 然后我的这个容器叫做verb container 然后我可以通过apps 然后去实现或者是domest 创建这个容器 然后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 稿2 好 所以我们就创建了三个容器 一个是 datacontainer 两个是verbcontainer 然后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在其他那两个容器里面有没有这个文件 verb tmp 可以看到 已经有了 就直接就同步过来了 其实相对于直接就是挂载 也不算是同步 好 这个也都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才设计的是指导属性 我们也可以去验证一下 比如说你进到tmp下 比如我想创建一个文件 就比如说是 a.text 那么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文件系统 它是指导的 是不允许你去创建的 那只能是在数据 这个 verbdata这个目录下 再去生成新的文件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再创建一个 然后我们再进到tmp下 这样看的话 就相对于 我只要是在数据的那个 目录下去操作一次 就相对于是往 三个容器里面直接分发了三次 也就分发到了三个容器里面 好 这个是容器间数据共享的这个作用 以及应用场景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只要是这个 dbcontainer这个容器 说挂的那个 比如刚为verbdata这个盘 这个盘不坏 那其他的容器 如果说失效了 或者说是挂掉了以后 只要这个数据在 然后再把这个容器再起来 那么之前的服务就不会 不会中断 也就恢复了正常 好 那么这一刻主要讲了一下 Docker Volume的这个定义 Volume的定义 就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Volume就是为了是持续化容器的数据 以及容器之间进行数据共享 共享数据 好 这就是Docker Volume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下节视频当中 主要讲一下 追加实践 使用Volume该怎么去用 以及怎么去管理 以及怎么备份 怎么还原 好 那我们这一刻 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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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